什么是浪漫 这个问题每个人的回答肯定各不相同 对我来说 90年代中期 跑到市里各个游戏机店陶碟 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的特殊的一种浪漫 我在96年的时候买了台土星 陶碟就成了每周周末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 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 游戏杂志也很少 所以框子里大多数的游戏我们都不认识 在购买的时候只能看图猜内容 根据分面上的图片 以及背后那些一知半解的英文日文介绍 大概猜测一下游戏的类型 以及它好不好玩 所以是名副其实的陶碟 这种情况下 陶到烂作的可能性会非常的高 但偶尔也会陶到一些好游戏 铁甲飞龙就是我陶碟的时候 差一点错过的精品 不得不说这个封片真的不怎么吸引人 花花绿绿的很有烂作的气息 老板 这个是什么类型的游戏 开飞之鸟 一听到是开飞机的 我就完全提不起兴趣来 想象中 大概就是跟街机上的1945差不多的东西 那种游戏呢 在街机房里玩玩就算了 所以每次看到它都是直接pass掉 可是有一段时间闹游戏慌 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玩了 挑来挑去也挑不出好的 最后想想 要不然就开开飞机算了吧 于是就把铁甲飞龙买了回去 游戏的开场 就用一段超长的CG动画震撼到了我 那个年代有CG动画的游戏还很少 可是铁甲飞龙的动画 不但清晰流畅 演出的内容更是精彩 一群猎人模样的人 在峡谷当中捕捉蝎子怪 其中一个追着蝎子怪 进入到遗迹当中 在遗迹里边呢 又遇到了更大的螃蟹怪 就在即将被螃蟹干掉的时候 从天而降的飞龙骑士救了他的命 当然也不是故意救他的了 飞龙骑士正在跟另一条古龙进行缠斗 顺便救下了这位幸存者 随后两条龙展开大战 飞龙骑士不幸被激光穿星 掉了下来 临死之前 他把自己的记忆 以及生下的飞龙 全部都传神给了获救的猎人 当年看到这儿 我整个人的兴奋神经 都被彻底挑动了起来 好尼玛精彩的动画呀 随后展现的游戏画面更是惊人 我万万没有想到 铁甲飞龙居然是一个全3D的游戏 那个年代3D技术很不成熟 一般只有在街机的大型框体当中 才能够见到一些非常亮眼的3D射击 或者是3D赛车游戏 但那种地方呢 属于高级娱乐场所 对于小孩子的我来说 并不是随时都有钱能够去玩的 至于土星上嘛 当时玩到的大部分游戏都还是2D的 就算偶尔能够见到一些3D游戏 很多也不是真3D 最常见的就是所视角 在3D的画面下 以2D的方式行动 还有一种呢 是像忍者茶茶玩那样 用3D的画面加上2D的人物 这样可以减轻一些主机的负担 但是这一款铁甲飞龙啊 却没有搞任何一种幺蛾子 无论是背景画面 敌人杂兵 我帮飞龙 全部都是3D贴图绘制成的 第一关就把我震撼的不要不要的 飞龙贴着水面前进 到处都是石头柱子 以及破败的建筑半沉没于水中 一路延伸开来 时不时还要从一些残垣断壁当中穿过 能够清晰地感受得到 这里原本应该是一座繁华的大都市 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毁灭了 只剩下这令人唏嘘的景色 路上不停地有敌人袭来 他们会从画面的任何一个方向出现 在右上角有一个小雷达 让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位置 以及在哪个方向出现了敌情 飞龙的视角可以随时进行旋转 应战四面八方来袭的敌人 远处不断向前伸展的海平面 和天空之间有一条缝隙 一会变成白的 一会又变成黑的 这个是因为土星机能和当时的技术力都不足 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可是在我看来 反而有一种不明觉厉的神秘感 玩的时候说了不知道多少个卧槽 被他震撼到合不拢嘴 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在家里的电视机上看到的画面 也是刷新了我对于土星这台主机的认知啊 铁甲飞龙总共七关 中间无法记录 如果不能一路打通 那么下次开机之后呢 也只能从第一关开始慢慢打 这个游戏的难度真心不低 还好可以无限虚观 那天下午反反复复的挑战 最终在傍晚时分把他打通了 当结局动画出现的那一刻 心情的激痛无以言表 飞龙将骑手用一个光球包裹起来 自己则飞入一座高塔之中 似乎是与塔同归于尽了 画面一转 骑手降落在沙滩上 他安然无恙 看着他茫然的表情 以及满地巨大的脚印 我想只有四个字 能够形容当时的心情 意犹未尽啊 也让我想到了一件事 游戏店里还有一张碟 上面写的名字 和这个游戏的名字 好像是一样的 后面还跟了个2 这张碟呢 我早就看到了 不过一直没有在乎他 直到这会儿才想起来 他不就是铁甲飞龙二代吗 三五下快速地吃好晚饭 我立刻奔向游戏店 把铁甲飞龙二买了回来 当初看到这张碟 根本没有感觉 可是此刻拿在手上就不一样了 每一个字都在挑动 我的兴奋神经 二代的故事 发生在一代结束后的几年当中 男主叫Landy 是一个偏远村庄里的居民 当地的村民会训养一些体型较小 性格较温顺的龙 作为人类的帮手 但是啊 这个附近的村子 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新出生的小龙 脖子上如果有蓝白色光芒出现的话 就会被视为变异龙 要立刻杀掉 因为他们认为变异龙会带来灾恶 可是Landy却偷偷地收养了一条这样的变异龙 没有告诉任何人 他给小龙起名叫垃圾 呵 不错 起名鬼才 随着垃圾一天天长大 Landy也开始让他练习飞行 某天他正带着龙 在村子附近的山坡上进行日常训练 却看见一艘白色的巨舰 竟然在攻击村落 一人一龙赶回去的时候 整个村庄已经被毁灭了 于是Landy骑着飞龙 展开了追击白色飞船的复仇之旅 与此同时 帝国方面也发现了这一艘神秘的飞船 派出军队进行拦截 三方势力在随后的游戏里 经常会出现大混战 特别有趣 铁甲飞龙初代的帧数很低 并且不稳定 经常会出现明显的卡顿 这一点在二代当中大幅改善 有没有超过25帧我不知道 反正在当年是属于最流畅的3D游戏之一 是绝对丝滑般的体验 垃圾龙刚刚成年 他在一开始甚至还不会飞 第一关当中是全程以走路的姿态迎战敌人的 到了第二关 垃圾一开始还是不会飞 在山谷当中跟敌人一边缠斗 一边前进 行进到一半的时候 前方出现了一个身不见底的悬崖 这一下不飞也得飞了 在小龙飞起来的一瞬间 背景音乐全部消失 此刻天地一色 浩瀚无边 追击的敌人已经消失不见 只有耳边掠过的风声 似乎是在分享第一次飞行的喜悦 我经常说人生中有很多难忘的回忆 而飞龙从悬崖边腾空而起的这一幕 便是我个人永恒的记忆之一 这次的飞行只是短暂的 很快他们又回到地面上 继续跟追兵缠斗 一直到这一关结束之后 飞龙才真正的飞上了天空 注意看的话 还有一个特效 类似于破茧而出这么个意思吧 垃圾有一条只能走路的小龙 进化成了真正的铁甲飞龙 游戏里没有太多的过场动画和语言 可是却一次次的用这些出色的小细节 让当时只是个半大孩子的我 整个人都带入到当中去了 二代一共也是器官 这一点倒是跟初代一模一样的 当中会经过森林 冰原 荒漠 地下河 后期还能见到一艘巨型战舰 也就是一开始摧毁村庄的那艘呗 飞龙穿梭于战舰的外部和内部进行战斗 非常震撼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 令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他的最终boss 那是一个拖着长长尾巴的飞行生物 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从来都没有发现过 他居然是有两个形态的 直到有一天在把他打死了之后 画面一闪 一条飞龙从下方的云层当中冲天而起 随后张开一对彩色的双翼 以极快的速度上下翻飞 跟男主的龙展开缠斗 我此前已经打通铁甲飞龙2很多遍 每一次都是刚打完那个长尾巴的boss 就直接进入结尾动画 所以你能想象 我第一次见到隐藏形态的时候 有多惊讶吧 后来打多了才发现 似乎是要打得快一点 就可以见到隐藏形态 打慢了就没有 铁甲飞龙被很多人誉为 旧世家之魂 他没有太多的过场动画 也没有很多啰哩巴嗦的台词 有的只是硬核的难度 大气磅礴的场景 以及出色到极致的操作手感 这便是八九十年代的旧世家 当年出品过许许多多类似的硬核游戏 让我们为之震撼 为之感动 只可惜 世家遇到的对手实在是过于强大 97年的时候 PS几乎仅用FF7这一款游戏 就直接击垮了土星 到了98年 土星只能宣布退出市场 他的后续机种DC更惨 在PS2发售之后 兵败如山倒 前后仅仅存活了三年 就宣布退役 世家也从第一方的硬件厂商 变成了第三方软件商 只能替其他公司的主机开发游戏 世家本社的命运多舛 也影响到很多旗下的品牌 铁甲飞龙此后 只在Xbox上推出过一款续作 可惜销量不佳 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 再往后 这个系列就没有原创作品了 2019年的年底 世家在NS上 把铁甲飞龙的初代高清重制了 由于土星上的原作画面 放到现在来看的话 实在是太差了 想要简单的高清化一下 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一作 包括开场的CG动画 以及游戏里全部的内容 都是完完全全重新制作的 众所周知 NS作为一台掌机 它的性能比起现阶段 其他的家用主机 都是要差了不少的 这款重制版的铁甲飞龙 画面也没有很惊艳 但是如果拿初代做个对比的话 还是能够感受到25年来 技术力的巨大进步 操作上的一些小细节 也都尽可能的人性化 增加了陀螺仪秒准模式 当年由于土星技能太差 游戏的帧数非常低 如今也变成了完美的60帧画面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 只可惜我老了 以前在土星上 第一次看到铁甲飞龙3D画面的那一刻 我是轻压到嘴巴都合不拢 兴奋到大半夜都睡不着觉 可是25年后 当再次把铁甲飞龙的复刻板打通 却连一丝激痛的情绪都没有了 要不是打的过程当中 还能回忆一下当年的一些情景 我觉得甚至很可能 都无法坚持把它打完 不过据说复刻板的销量还挺不错的 具体卖出了多少套我查不到 但是有新闻说开卖一周 就收回了两倍的开发成本 想来应该算是不错的了 这么看的话 二代似乎也有机会被重置啊 作为旧世家的铁粉 到时候无论如何 我也是要去支持一下的了 铁甲飞龙的初代和二代 都可谓是名利双收 口碑销量样样好 但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 RPG的威力开始显现 PS主机上一堆高销量的RPG 让世家倍感压力 这种情况下 世家把铁甲飞龙的开发团队一分为二 其中一部分的人 负责开发一款叫 铁甲飞龙传奇的RPG游戏 我们一般都是简称它为飞龙RPG 这个游戏上市之后 在欧美地区好评如潮 只是那个时候的土星 却已经穷途末路 我也很想把这款土星默契的 悲情神作介绍给大家 无奈它的流程真的是太长了 因此采集素材可能会比较困难 只能说尽量在将来找个时间 把它的精彩内容剪出来给大家看 朋友们可以点个关注 老三的频道是会不断更新的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